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是你们 最喜欢沈阳的什么 一个字回答 人 好机智 最喜欢吃的菜 四个字 干锅活鱼 干锅活鱼 有吗 有 扣翻 扣翻 零都不刮 你要不 就是在池塘里的时间 你再吃完之后 我好疼 最喜欢的一个城市 四个字 刘林沈阳 赢了 一定要可以 来 杨 别看我 这个时候别跟她目光交 这个就像上课老师抽奖一样 别抽老师 关于东北的一首歌 四个字 林沈阳 林沈阳的表情太好笑了 关于东北的一首歌 我的家族在东北 东华 江夏 东华叫小字 是十个字 不是 家族东北 四个字 答错 扣一封 来 林沈 我自己写过最喜欢的一首歌 二十个字 二十个字 等一下 这个超乎成品了 二十个字 是不是太长了呀 姐 最喜欢的那首歌 《女怪》 有挺功的 而且还给了她很多转息的机会 来 龙龙 最喜欢的国产电影 四个字 郭虎唐龙 他没想了 是吧 林沈阳 林沈阳 你不躲 我还不找你 躲得眼神都到地上的眼神 对 但是问题我想一想 我想到问题了 那你问 觉得哪个东北艺人比自己好笑 两个字 东北艺人 没有 全国有没有 哥 有 封龙 东北就真没有 有没有 来 鲍哥 用东北画四个字 形容一个身体的部位 拨棱盖子 拨棱盖子是 没有 人家都是拨棱盖就行了 是吗 大拨棱盖 不行 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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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我了 别我了 原谅 越躲越找你 我们这么多人里面 谁长得比你帅一个大 你连个女子都说不出嘴吗 说出嘴吗 给了你机会了 太实在了 这个孩子 或者你说 雷 那洋洋扣一本 到你了洋洋 你最喜欢看的八卦三个字 你的事 远洋扣 最讨厌身体的哪个部位 一个字 头 没有活 来 龙龙 最喜欢这一首歌 两个字 秘密 你看看我们的新歌 秘密发辣的 十字 十字 师傅做好 这小时都没下来五个字 铁瓜针丹鹅 林姐到你 就找他 不会的 爹 你放心吧 不找你 说出 胡同的三个缺点 六个字 是真的好吃 说三个缺点 说我不应该提示这个 但你还是错了 可是 胡同 在陈生心里 你只有这一个缺点 一号骂呗 就一定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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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厉害呀 杨阳厉害呀 走 杨阳 杨阳有一种落枕的感觉 对 你眼睛还在 杨阳 杨阳瞅完以后脖子得回来吧 不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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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地儿整 来 我错几个 你该错了四个 我还有机会吗 可以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管大哥 我替你一把 行 来啊 你要头要回来 要不然我一直你那边 你走来 我不回来其实也没事是吧 如果你不回来 你就得再过去点 我试一下 三二一 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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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狄哥算嗎 我又是活 但是楊迪 這回商兵得換五字吧 來了 三二一算 太大了 假了 這個冰是個斜面 是嗎 是活 太滑了 這塊太滑了 楊楊上吧 上哪塊 最後一塊 其實也想看楊楊哥 怎麼詮釋一下 中間的這塊冰 他一會他要來回跳的 腳好歹上去吧 對 腳未到 身先到 扶我一下 扶我一下 不要 不要 這個有經驗 這個有經驗 快 怎麼有老寒腿 快點踩 你好玩好燙 這邊 這邊 快點踩 快點 這個 猜幾號 這是什麼 這是幾號 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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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號跟三號之間 其實有點猶豫 但是確實好像一號 這個是一號 三號 三號 這個是三號 二號 這個是 二號太滑了 站不住 那不是演的 是不是 三號 正在吃東西啊 正在吃 那水上很多好吃的 太多了 烤油邊 心事骨頭肉 吃雞醬 一號 問了也沒理 我自己在自說自話 楊楊 楊楊說 我以為鐵鍋燉都是大鍋 原來還有小鍋 可可愛愛 奇奇怪怪的 快要開拖拉機 快要開拖拉機 我們去搓娘 楊楊太想搓娘了 還好 到我們 阿姨馬 這身型 大金剛空鳴 我們三個一個系列的 警長 警長 警長好 警長好 而且說實話 你看這樣看 我很廉價 大家今天那個 都是扮成了漫畫造型 黑猫警長太經典了 对 国曼的做生抽 一起给大家准备了 丰盛美味的东北特色菜 但是大家需要用 看图猜猜猜的形式 考验对东北文化的了解 在20秒 你们可以答对11个答案 就可以吃到这道菜 如果你们没有完成 春游少年吃 好的 如果是大家答对一半以上 你们就会拿到一只耳的线索 那必须得拿到 但是你们记住 你们中间是有卧底的 他可能不想让大家完成 我也说一下 我如果答错可能是真笨 你就是你答不答怎么样 你少动胳膊 我纯笨 我先跟大家道个线 你不要影响我们答题 你一动胳膊我们 顺序比如说从羊笛开始 就要接着笼笼拙 然后到宝哥这里 然后再从羊羊撞回来 也就是说你西中最旁边的人 可以少答一道题 但其实他每个人都要答两道题 顺序座位是对你们来说 非常重要的 我做得好 阿姨姐姐好会选地方 要换吗 那这个位置不太好 我不换 我可以换位置吗 哥 你这都得打两刀 你说你得想得很快 对 但是我可以帮你 准备 这是个测试题 来 从谁开始你们决定 杨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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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说是用海鸡酱油 金标生抽做的菜 准备 开始 第三些 酱油炒饭 淡炒饭 酱油烤螂 酱油烤螂 谁 谁 我老婆没回来 我以为去哪 来 十秒了 生抽牛肉 生抽猪肉 生抽鸡肉 生抽羊肉 生抽羊肉 阿姨 生抽鱼 生抽 虾 回锅肉 这么快 太老婆了 多简单 没想到吧 海天酱油金标生抽 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我们都特别的熟悉 炒菜吃 点赞吃 都很香 是的 我跟你讲 这些菜 不管是满汉全息 还是大菜小菜家常菜 海天金标生抽 都可以帮你来 炒菜香炒菜香 炒菜就是香香香 要是咱们用 海天金标生抽酱油 做的东北菜 就是好吃 我们首先 先有请到我们中国 第一位获得 世界烹饪大赛的金牌 成为辽菜烹饪记忆的 非物质遗产传承人 顶级大师李春祥师傅 你师傅先介绍第一道菜吧 贴饼子还有 这个叫铁锅炖鱼 铁锅炖火鱼 里边有豆腐 有我们大火房产的这个鱼 烹头鱼头 大火房水库 旁边是用玉米面做的饼 所以这道菜也说 用我们的海天金标生抽酱油 更香加我们地产的这个大酱 所以炖出以后 这道菜是非常好吃的 这道菜咱们一定要吃到 这个好吃 好 请说出 东北的体育明星 体育明星 确实要是难 三二一开始 体育明星 举那个 赵基北 赵基北 郭艾伦 全是我的韩德军 韩德军 张震霖 十 五 马龙 温义夫 马林 与几岩 四 三 四几岸 二 范之义 五大庆 范之义是上海的 义智 原来你是一个苍巡义智 我帮了他一个帮他一个 我自己取库没了 那我们有点春秋少年来享受这道 这我感谢汪老师 是吧 感谢汪老师真的 我怎么越觉识越像义智 你要不要换位置啊 把汪素龙换换 行 左右移一下呗 哦 这样吧 我跟螳螂换一下吧 你跟我换有啥用啊 你这不是最简单的吗 来 我给你换 谁跟谁 铁 铁 我觉得前面 前面简单点 前面简单点 挺好 请上下一道菜 这是凉皮 五彩腊皮 哦 五彩腊皮 哦 腊皮 相传也是上百年了 对 这五彩啊 用我们各种各样的青菜来搭配 另外我们这腊皮是搬着用绿豆来做成的 绿豆粉 然后你用这个麻酱 海天的这个生抽 哎 这最 这 这不错 不错 想吃这道菜 答题 好嘞 好嘞 请回答东北籍的歌手和演员的名字 三二一开始 拿银 郭苏蓉 报告不行 有了 苏蓉 好 白队 郎来了 演员也行是吧 吉娜 吉娜不对 吉娜一口东北话 你说他归 这什么玩意 吉娜德国的 三二一 天呐 没想到我看错你了 I believe you forget What's happening with you 等会东北极 孙洪雷 烧饼 那么多人 Yaksy 完了完了 许多不了嫌疑 但真不是我 我就是一下 我懂你中战 你我也是 不 你是 你当然是真的 你自己拿过来 你自己拿过来 来 恭喜少年吃这个五彩拉皮 这拉皮最好吃的 让你吃 这道菜里有蟑螂 我是蟑螂 我不是蟑螂 蟑螂 真的好像蟑螂 蟑螂 蟑螂是 好了 来 下一道菜 这道是猪肉炖粉条 猪肉炖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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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肉炖粉条是东北菜的代表之一 相传满足人为了耐激耐寒 把土豆做成粉条 和肉炖在一起吃 流行开去呢 逐渐形成了当地名菜 猪肉炖粉条 那粉条呢 具有吸附性 搭配长时间炖煮的猪肉酸菜 爽口一人 好嘞 来吧 从饱饱开始 说出既能生吃 又能熟吃的食物 开始 胡萝卜 青椒 牛肉 三分鱼 三分鱼 橙色 莫笋叶 胡萝卜 胡萝卜说过了 胡萝卜 萝卜 萝卜 八十七 金肠鱼 大葱 大蒜 大葱不对 大葱怎么不对 大葱可以 我都吃过生大葱 梧桐 那是你不吃 那是你不吃 葱怎么不算 人啥懂人就咋 大葱 咱们山葱 可老是葱了 不说了 直接拿菜 我出嘴 本条给你拿过来 说啥要说 直接拿菜 一人山都吃 你快点 你们那大葱呢 你救了 来 下一道菜 第三仙 第三仙 第三仙这道菜 其实在古代民间流传 叫做 立下肠三仙 嗯 而我们所熟知的第三仙 指的是新鲜石书 后来到了东北 第三仙变成了土豆茄子和辣椒 对 就特别好吃 不行了 这道题必须得对 听见没 行 那我这道题不使坏了 用四字成语来形容一下宝哥 扫哥开始 黑不溜青 英镜潇洒 高大帅气 美丽大方 帅 帅不是 四字成语 聪明绝顶 短小精湾 九 八 七 短小精湾 四 短小精湾 四 不对不是 你 四 三 短小精湾 你来一 一只耳终于浮出水面了 一只耳 我刚才看你这胡子就不对 你对得起你贴身衣服吗 你只猫你贴着胡子 对得起这身衣服吗 等一下 他说短小精湾 我说短小精湾 有什么问题吗 你现抄更过分 再给我一次机会 来 那这个春秋少年 恭喜你们吃 杨杨 杨杨有点问题 我怎么失一失二了 我就是真的没打上来解 而且 黑猫警长脸都很大 只有一只耳脸才这么小 一只猫贴个老鼠的胡子 有问题 刚才想的那个是 帅气凛然 说成的算是算 我的妈呀 后面三个字 突然忘干净了 我万万没想到 杨杨长得一脸正气 一人是个叛徒 我们再给杨杨一次机会吧 肯定是 肯定是龙哥 龙哥这塞的 谁啊 你怎么老刺甩过那咬 被甩过那咬 因为我确实干啥 总像有点嫌疑 来 下一道菜 酸菜炖粉条来了 各位朋友们 这道菜是酸菜炖排骨 酸菜是东北经典的家常菜 东北吧 入冬之前咱都会保存酸菜 买很多白菜 腌酸菜 就放在家地窖啊 对对对 这也特别好吃 我不知道一阵到底怎么想 这道菜我势在必得 是酸菜诱人还是排骨 酸菜 你嘴里都酸 酸味都出来了 好吧 我觉得这道菜不必赘述 直接来吧 来吧 请说出东北的影视剧作品 影视作品 对 影视作品 这啥呀 影视作品你在干嘛 东北一家人 答对 闯关东 那不写着 这要打 这要打 影视作品 崇关东 太难了 要不换道题吧 这样 这道题我们承认错了 你说 叶温 叶温 什么样 他就写 苍蝇 你才是影视作品 叶温 叶温 打的是沈阳泉啊 叶温 好想说 上岗了 你再走 叶温 叶温说 来 给我掌十个人 我打一打 我要挑战十个 你吵啥 吵你打 是吗 叶温 我倒值得 我倒值得好多 冰糖呢 我拍了好几个呢 悬崖之士 还有呢 叶幕下的哈尔滨 来 恭喜初秋少年来吃的 初秋少年那都放不下了 干谁吃 你丑伤 这样好不好 让那个春秋少年玩游戏 我们捡漏 来 请上菜 这个胡包肉 胡包肉 这应该说是相传三百多年了 三百多年了 胡包肉三百多年 有 女士菜 正经门的一位师傅 把这道菜传到今天 酸甜四口 这个外焦里干香 它采用的原理食材呢 是采用猪的后秋的一道 底板用 就那块肉 就那块肉 把它切成桃叶片 挂成一挂浆 看那盘子里边有一点汁儿 这叫雨过天晴汁 雨过天晴汁儿 下过雨以后 倒上汪一点水那个感觉 所以这道菜你吃起来 百事不厌 是我们东北的一道 家喻富小 名菜 来吧 知识 我们争夺吧 最后一题如果赢了 那么恭喜大家 又能吃到菜 又可以拿到卧底的线索 如果输了 就拿不到卧底的线索 且吃不到菜 来吧 最后一题 王总龙 你手机呢 我自己记个二十秒的识 不要太近了 来 从谁开始 不是 还是从宝哥好不好 说出民乐乐器的名字 开始了 二虎 琐呐 琵琶 琵琶 开始 二虎 三弦 琐呐 琵琶 小提琴 笛子 小提琴不是 琵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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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琵琶收过了 琵琶 琵琶 笛子 十 九 八 七 六 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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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过了 长销 短销 动班了 动班了 倒手呢 已经时间到了 宝哥 灵姐 咋样你的计时 谁的手机 谁的手机放我这儿了 我们现在是十六秒 没刚才有点问题 那恭喜春后少年 吃这个锅包肉 虽然 他们可以吃 但是我其实心里很难受 哎呀 怎么了 因为小提琴 这个答案太惊讶了 没想到 你主是冒浓眉大眼的 竟然也出卖组织 说完了 小提琴 杨阳 太过分了 主要是我还跟杨阳哥说完了 我说 鼓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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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杨阳哥 小提琴 杨阳一个学舞蹈的 对对对 我今天就觉得你这胡子 真是有点问题 故意贴得像耗子 说 说 说啥 给你交代的什么任务 没有没有 我真是没听清 那个传统那两个字 我就说 左起听见人乐器 然后他拿着一个那个图 录节目为什么不认真听 主要是杨阳哥的眼睛 你觉得好无辜吗 我真的能相信 对的 真的姐 真的姐 我也是相信她 你真是相信我 不要怪她的这个计谋 醒醒 醒醒 你看看她后面那绿色的 诶 醒醒 哈哈哈哈 好轻薄 你说什么呀 哈哈哈哈 醒醒 我不吃这一套 看着我的眼睛 相信我 眼睛 我也有点 哈哈哈哈 你的眼睛在这 看着我的眼睛 哈哈哈哈 高不高兴 这是一只耳的一个证据 接下来告你 第一个隐藏任务啊 待会儿大家会在群里面聊天 你只要发言十句以上 前每一句必须是疑问句 如果你就失败 我们就会给他一个你的线索 给你庆祝一下吧 不是 你二胡三你那是 晓杨有非常多的免费的公园 供市民游览修气和堕裂身体啊 所以为晓杨的市民的高幸福指数保家货 一只耳 一只耳 看看谁回头了 这耳忘了就差了 看看谁回头了 一只耳忘了就差了 一只耳忘了就差了 一只耳 一只耳 一只耳忘了 这是谁 一只耳忘了 我都大心里佩服 认真起来了 干吗 冷静 没劲 范儿喜了庆祝 对面气场太强了 对面气场太强了 我来了 想想办法 你们吧 你来机会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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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扣上就行了 扣上就行了 别吹了 没用 你这个是 想点往后点 上 好像这样的 可以 太赖了 快走 赵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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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赵迪 最后一圈 太赵了 太赵了 超 超 好 集聚好 真好 不错 谁跟洋洋打 换拳手 来 我可以 好 来 感觉洋洋哥也很厉害 可以 可以 有 这一步行 好 来了 走 漂亮 还有高手 漂亮 标题 走 漂亮 漂亮 哇 漂亮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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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 开发警长有一套 不会啊 有两把刷子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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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洋好厉害 洋洋看下你的嘴 嘴巴 洋洋的嘴巴 洋洋的嘴巴 不要不要不要洋洋 等会儿那这个馒头是谁 洋洋给我 我这馒头你看有虎牙的狼儿 你猜到没有 有虎牙的狼儿 可以可以就这样就这样 我最后一个建议啊 就是馒头给我 然后脚给哥 然后那几群是洋洋 别 什么 别了 好大大呀 这就是我的嘴了 你太明显了 我的下线 不会吧 第一轮洋洋的卧底任务是换座 成功了 是 我们俩要一起 下宝是我的 我的 这是洋洋的下 哎 洋洋的下宝 这有什么是我的 这你的下 不是 我看旁边有个痘痘 这是什么呢 就你 拿着 拿好 找我弟弟 才挖速龙 我们复合 他俩是吧 对下线 完了 龙龙被拔斩下线了 你太明显了 汪苏龙我都没吃了 我都怕死了 汪苏龙我都没吃了 现在在弄 在弄呢 敬一只耳 汪苏龙 敬汪尔 你们不用喝你们 你们知道哪两个错了吗 我跟洋洋 对 开心了吗 我刚才就觉得那个馒头是我的 汪苏龙 你睡醒了吗 成功了你看 这太明显了啊 我想问一下阳阳刚才是不是提前庆祝了呀 不是好人成功了吗 没有 没有 输了 你这是什么呀 你是想站起来干嘛呀 这样了 成功 成功啊 他俩没看没动呢 就又说回来了 你给谁庆祝呢 杨阳 杨阳 承认了吧 给谁庆祝呢 你已经成功了 是 他成功了杨阳 你都胜利了 成功 为了胜利 干杯 来来来 恭喜杨阳 恭喜杨阳 恭喜 贺喜 贺喜 厉害厉害 恭喜王苏龙 恭喜 我怀疑谁有啥用啊 怎么是抵抗了吗 你看你们赢了 刚才庆祝呢 对啊 没有 那不是庆祝 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 你解释解释 你说一说 因为我刚才确实有点困了 然后我那个没传 我一般困了都插自己大皮李子 困了怎么还这样呢杰阳 因为我没跟弟弟玩过游戏 别叫得那么亲人 弟弟 我也不知道他之前就是 他有没有扮演什么卧底啊 就是他那个演示那个成分什么的 而且他那个手其实特别好辨认 就是他其实很好隐藏自己 如果是的话 说得好 但是我怀疑 哎呀 你这么挺爱的 你没有这个字 我有好几次看杰阳 看我的眼神都是 杰阳 你不要我 你有没有看过我 把你的眼神反弹了 有 有 有 就是这样 你看我你知道吗 我就 我那时候看姐姐就是 现在管不了你了 对 我好自己忧郁 对 谁一瞟这样 你当时跟我鸡掌的时候 是不是因为你以为要赢了 对 我是正准备 因为我还记得还要鸡掌啥 我是正准备的 正准备说 还好杨迪误会了你知道吗 其实杨阳是过来跟我鸡掌的 不是 不是 然后结果你看我傻了要跟他避嫌 他马上 我看见了 而且杨阳也经不起拷问 三问两问 哎呀 我不是啊 杨阳一个学舞蹈的 是不是 我是 我真是没听清 那个传统那两个字 就是 就是也没有底气 你们可以发展第二位下线了 你们觉得发展谁 我觉得 谁 谁先出 来吧 依智儿 来吧 依智儿 依智儿先上 你带领你的两个下属 你们先玩 对 必有一伤 长官 不好意思了 你怎么敢破你的上司 为了任务吗 一个下线 结果我们俩都是好人 可能吗 好人自己心里明白 你居然帮他 你帮他 依智儿要想保护队友 你也要赢 因为保护队友 你对着他说 你非再直接一点 他对着汪四楼 你想保护队友 你也要赢 在沈阳没有人能赢过我 在整个中国都是 坏起这么大 来吧 依智儿 你中国玩这个也不多 就我们六个 就我们六个 挺好口令 蹲下 他这每一个都在准备啊 起立 好 啤刹 啤刹 啤刹不是 啤刹 好 笔心 喝水 喝水 恭喜王苏龙 没晓得 比完心就泼水 你们俩都抢到 你没着急泼太泼了 我还是太 其实我还有点善良 真是上级对下级的光怀 就是我拿到那一刻 我觉得 你还是觉得对不起他 就是你也没这个工作了 你倒是错了 通知你 你被开除了 赢了比赛 输了工作 大平民 三二一 平民站起来 真敢大 真敢大 杨阳 杨阳 放弃了 杨阳 平民站起来 这样 你都不成家了吗 对啊 我是要这样呢 这样晚了 这平民 你站晚了 太晚了 你这样 杨阳 没停瞄 你说一下 你说一下 你的两个左膀右臂是谁 是谁 然后我能分析你的心理 杨阳 杨阳 我知道你是贝贝 然后呢 还有呢 是我 龙乐 啥意思吗 龙乐 点他 是咱们啥 我俩一真一假 对 如果他成功聪明 肯定是一真一假 但是我们俩人一定要赢 真的 我是假的 汪字都出来了 别发言 先看一下今天当务底的心情吧 我 我是一只耳 他提在球机关好久了 老享受了 其实一只耳的形象非常猥琐 你不需要这么帅 我是一只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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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投杨阳 投林姐 投那票高的人 换橙上 你还以为票 最后还被踩一脚 走 你这只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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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觉得发展谁 我觉得杨迪 有意思 我想看杨迪 darty呀 想干嘛 左右不圆 但是又 手足不散 杨迪等会脸都绿了 哈喽 我就知道我的下线 还有一位下线 你猜 莫斯隆 是不是 杨迪 你早就是了 是吗 早就是了 是吗 对不起了 弟弟 我们真的好对不起 是吗 抛开节目的这个事 我真的 真想哭 真的真想哭 对人 早该找我 你本着只有揭晓答案的时候 范晨晨的感受 是真的 晨晨有可能会有点人的伤 晨晨一定 哭 这是那两个人的 共同的 词汇 对人 你可以选择是否告诉他们 或者是否修改告诉他们 我要把线索改成沐浴之王 送给了每一位乘客 再次向您 及全体铁路工作人员致敬 我都是送给你们的 希望沈阳的 带大妈们 能够带领更多的人 参与到你们的 这种 全体铁路